台北市U-Bike 1.0系统 将在12月3日全面退场 市长柯文哲 微笑单车公司董事长刘立珠 共同出席纪念意向 节目仪式 选在13年前第一个设站地点 捷运市政府站3号出口 留下民众齐承的共同回忆 从后天开始 12月3号 U-Bike 1.0正式引退 全台北市全部都U-Bike 2.0 我要特别跟刘立珠董事讲 将来如果你要改3.0 一定要注意系统相容的问题 就是那个柱子不可以再换 U-Bike是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当年重要政绩 可文哲接任后持续扩充 1.0系统建置400站 1万2000辆自行车 但因为车柱需要拉电线 设站需要拜托台电 后来的2.0系统改为车机 太阳能面板供电 站点设置更不受限 因为U-Bike站要拉电线 拉电线的话 哇这个就要找台电帮忙 后来发现求人不如求局 你要去找台电帮忙困难 后来U-Bike 2.0的时候 他们设站所以不用拉电线 这个就一个大的进步 市长3.0也不会改车速的 你放心 我不会再去改车速 这是呕心力学 不会有比2.0更漂亮的 公共自行车的行车车速的 1.0系统停止营运后 剩余堪用的自行车 一部分拨给北市府机关 作为邻里寻手及学校骑乘安全教育使用 剩下则是捐给原乡地区使用 让退场的自行车可以继续提供服务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大家